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酱 又甜 浊乎乎的面茶 仿佛跟随着记忆的脚步 走入了时光隧道中 首先 我们准备冬瓜糖条60克 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小丁状 我喜欢有一点角杆 所以不用切得太细碎哦 这个冬瓜茶丁是要放在面茶粉里的 我还喜欢这样的口感 每一口都有意外的惊喜 如果你比较喜欢细致一点的口感 可以再将冬瓜糖丁再切细一点哦 现在我们要来处理坚果类的部分 首先在调理机里面放入熟核桃30克 然后再放入熟的白芝麻50克 最后再放入熟的黑芝麻30克 然后瞬间搅打几下 我觉得不要搅打得太碎 我还是喜欢吃到有坚果颗粒的口感 搅打成这样子的颗粒状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深一点的炒锅 然后将低筋面粉300克全部倒入锅中 先将低筋面粉用锅铲平均分布均匀 然后开火 我们准备要来炒面茶了 这是面茶刚开始的颜色 就是低筋面粉最原始的颜色 在炒面茶期间片刻都不能离锅 要耐心反复小火翻炒 以免底部烧焦 这是炒了15分钟后的面茶颜色 你会发现面茶从原本的白色 慢慢的转变成淡淡的褐色 在炒面茶期间 一定要用锅铲不断的翻炒 让面茶能够受热均匀 这样子炒出来的面茶 才能够够透够香 这是炒了30分钟后的面茶颜色 变成更深一点的褐色了 这是炒了40分钟后面茶的颜色 现在我们准备加入棉白糖120克 再炒10分钟 充分的将棉白糖与面茶炒至均匀 我喜欢加入棉白糖 因为我觉得棉白糖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加在面茶里面可以增加面茶的风味 面茶终于炒至完成咯 现在我们将面茶先放凉备用 面茶放凉后我们准备要来过筛咯 我觉得过筛这个动作很重要 可以吃到面茶 更细致的口感 在面茶炒至过程中 低筋面粉跟棉白糖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结晶颗粒 这会影响到面茶的口感 所以需要一点点耐心将较硬的结晶口感去除 这个就是炒至面茶产生的结晶颗粒 你们看 锅筛后的面茶变得好细致哦 现在我们要加入刚刚用搅拌机搅到好的坚果 将坚果跟面茶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刚刚切好的冬瓜糖丁 将冬瓜糖丁跟面茶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的古早味面茶完成咯 准备一个小碗 将面茶放入碗中 我喜欢浓稠一点的口感 所以我今天放入了三匙 倒入滚烫的热水 记得冲面茶水一定要够热够滚 这样才能将面茶的香味冲出来 然后用汤匙慢慢的将面茶搅拌均匀 我就是喜欢这个热呼呼又浓稠稠的质地 既朴素又温暖的滋味 咬一口面茶放进嘴里 真的真的好幸福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